好,下面这个第八句话呢,又给了第七句话的一个结果 这是文明人喜欢这种生活方式,他们导致什么结果呢? 看下面第八句话,咱们这句话又比较复杂 咱们一边读,一边看个语法结构 While they enjoy the comfort but now luxury of their dwelling They do not realize that they are deprived of the necessities of life 那么多少钱,这个while引导的又是一个让步、让一从句 反正尽管,尽管他们享受了他们住宅的舒适 还有庸俗的奢华,词汇细节咱们一会儿会说 但是他们就未曾意识到白颜色的是句的主句了 未曾意识到什么呢? 后面那个写体字在下滑线的部分当然是做realize 宾语 宾语从句嘛,但未曾意识到他们已经被剥夺了生活的必需品了 被剥夺就be deprived of 咱们多次见过,在第十一课如何变老那棵树咱们也见过 前面是让步状语从句,后面主句realize 后面可以一个编语从句 这是大致的语法结构 首先第一个,先注意这个while 我们多次强调过,这个while在书面中做连词 特别是放在聚首,后面又出现了这个现在时 我们高度怀疑这很可能是让步 因为while在书面中多数的意思几乎都是让步 就是翻译成警管或者虽然,而且一般都是事实的让步 那么我们知道while有三个意思做连词 第一个引导时间状语从句,发现了当某时 第二个引导并列句,发现了耳,表示轻微的转折 A是这样,耳B是这样的,是并列句 第三个引导让步状语从句,发现了警管 尤其是放在聚首,后面是现在时,我们高度怀疑是警管 这个本文中while其实相当于although or though they enjoy the 这个跟这两个链词效果是类似的 我们再回顾一下在三册就看过的2007年考验英语,英语汉的句子 当时很多人上来就把while翻译错了 咱们大概先看一看 while the quality of legal journalism varies greatly there is an enduring lines amongst many journalists on interpretation supplied to them by lawyers 我先问大家why要怎么翻译 放得聚首了,后面是very现在时,一般都是警管 尽管有关法律方面新闻报道的质量差别特别大 变化特别大 citalism,咱们在三册的第五课就讲过 新闻报道或者新闻业 在这法律方面新闻报道的质量差别很大 但是有一个过分的依赖 这个undue叫过度的过分的 就是it's another way to say excessive 相当于excessive 那么它的反应词due不就适当的吗 due respect叫适当的尊重 过分的依赖 在记者之间存在amonst 就是amount的升级版本了 那么依赖的是什么呢 我们找戒字on 因为reliance 来自戒字reli reliance和reli 都是跟戒字on或者upon搭配 依赖的是什么呢 是interpretations 就是这个解释 什么解释呢 被律师提供给他们的解释 interpretation怎么讲过 既可以表示口译 也可以表示解释 但本文中没有老外 不可能是口译了 那一定是解释 自明是在很多记者之间 有这么一个对于被律师提供给他们的解释的过分的依赖 这个不通顺 咱们中国人不可能依赖做主义了 这个地方是无灵主义 那中国人得把依赖当动词来用 中国人一般用人称主语 谁依赖 很多记者依赖 对吧 调整一下 物称主语变人称主语 名词变动词 被动 咱们中国一般喜欢用主动结构 因为中文句子可以没有主语 它一定可以用主动 战后成立了新政府 战后是时间壮语 谁成立的不知道 英语中只好用被动 一个新政府被成立了在战后 但中文一定可以用主动 战后成立了新政府 所以中国人喜欢用主动结构 你看 物称变人称 名词变动词 被动变主动 这个句子马上翻译出来了 对吧 很多记者过分的依赖于 律师提供给他们的解释 你看 就拿到了 对吧 再看 跟他相邻的一句话 那么这句话 还是你翻译出中文 再看怎么说 While comments and reaction from lawyers may enhance stories It is preferable for journalists to rely on their own notions of significance and make their own judgments 咱们看这个While怎么翻译 放在几手 后面 may enhance还是现代史 我们还是尽管让步 尽管来自于律师们的评论和反应或反馈 可能会改善新闻报道的质量 这个Stories有语境吗 就是上一句话中 那个 Legal journalism 法律方面的新报道 但是呢 记者们还是应该这么做 It is preferable for somebody to do 就是某人应该做某事了 就对他来说这么做 是可取的 preferable 就是他应该这么做了 对吧 那么记者们怎么样呢 应该依赖于 他们自己对于重要性的理解 Notion 这里翻译成 understanding理解 还有亲自做出判断 好 在总结下 尽管来自于律师的评论和反馈 可能会改善新报的质量 但是记者们呢 还是应该依赖于自己对于重要性的理解 以及亲自做出判断 这个what还是尽管 咱们要注意这个well的用法 好 尽管他们享受着自己住宅的舒适 还有banal luxury 庸俗的设法 banal是俗气的无聊的 这个dwelling表示住宅 是非常优雅的一个表达 如果您的住宅呢 叫府上 我的住宅呢 叫社下怎么样 你看 我寒舍 我家的住宅 寒舍 叫my humble dwelling welcome to my humble dwelling 欢迎光临寒舍 这比较优雅的表达了 这个dwelling类似于我们说的 residence 或者domicile 表示房屋住宅 这些表达 地语也比较正式 residence 或者domicile 我们读一下后面那个词吧 domicile 有的是美人中呢 会把o本成a 会把o本成o domicile 也行 domicile domicile 也是跟dwelling 类似 一个优雅的表达 住宅 那么它来自哪个词呢 来自于那个居住 动词dwell 还有居民 叫dwell dwell叫居住于某个地方 dwell是居民 或住在某个地方的动物 也行 我们先读一下居住 这个动词dwell 再读一下居民 或者居住在这动物 dwell city dwellers 就是城市人 那cave dwellers 居住在山洞里的原始人 或者动物 那就行了 那么住宅呢 就是dwelling 当常识 咱们知道就行了 他们却未曾意识到 他们已经被剥夺了 be deprived of 是被剥夺 这个功能搭配讲了 什么呢 生活的必需品了 这个necessity不是必要性了 必要是不可数的 但必需品是可数的 当然这个必需品呢 有所指 不可能指衣食住行 发达国家 衣食物 有福利完善 这个必需品指什么东西呢 就是干净的空气呀 对吧 什么与大自然的亲近呢 人与人之间亲密无限的关系呀 等等等等 而我们在当代城市里 这一切被剥夺了 这个东西对我们人来说 更可贵 更宝贵 更必需 clean atmosphere the closeness to nature the intimacy of people 等等等等 但是 but city dwellers are deprived of all these valuable things in the concrete jungle 但城市人却在这钢筋混凝土的丛林中 被剥夺了所有这些有价值的东西了 对吧 钢筋混凝土的丛林 就是做城市的固定的一个比喻 咱们可以把它大声读一遍 把它背起来 the concrete jungle the concrete jungle concrete就是混凝土的意思 钢筋混凝土的丛林 这样的丛林 丛林大片的雨林 可以用它 好 那么是谈到了这么一个 那么第八句是对第七句的一个结果 那会怎么样呢 你喜欢这个生活模式怎么样呢 你就导致你被剥夺生活必需品了 第九句又给了第八句的原因 那为什么说被剥夺生活必需品了呢 你看 为什么呢 因为什么呢 那又为什么呢 那会导致什么呢 那又为什么呢 又会导致 用前言后果展开 第九句话 说他们为什么被剥夺生活必需品呢 第九句又给了第八句的原因了 咱们看看 有比较复杂的句子 他说 the modern city consists of monstrous edifices and of dark narrow streets follow petrol fumes and toxic gases torn by the noise of taxicabs lories and buses and thrown seamlessly by great crowds 他说当代城市 是由那些巨大丑陋的建筑组成的 consister是由什么什么组成 and of dark narrow streets 这两个office并内关系 都是跟这个动词 consister搭配的固定用法 有什么组成呢 还有阴暗狭窄的街道组成 这些街道用黄颜色的表示 后面出现一大堆修饰雨 都修饰这个街道 你发现有三个修饰雨 第一个是 full of petrol fumes and toxic gases 充满了气味和有害气体的街道 这谈到当代城市的 air pollution 空气污染 然后呢 日夜充满了 出租车卡车和公共汽车噪音 torn by the noise taxicab lorries and buses 这是第二个修饰雨 还是修饰这个streets 这个谈到当代城市的 noise pollution 噪音污染 并且怎么样 and 引出第三个修饰雨 还是修饰streets thrown ceaseless by great crowds 日夜不停的 挤满了大群的人 满都是人 这个thrown是挤满某个地方 它修饰街道 街道是被这些人挤满 用过去分词 也是后置顿云 这是形容词 后置顿云 过去分子 后置顿云 过去分子 当后置顿云都修饰这个街道 第三个指的是当代城市的 overpopulation 人口过剩问题 你看在城市里边 空气污染 噪音污染 人口过剩 这进一步解释 为什么说 他们生活的必需品 被剥夺了 逻辑非常清晰 好 我们看看里面词法细节吧 首先有个复习 第八课讲过 Cancisa表示 由什么什么组成 在后面可以加部分 前面是整体 它可以替换成 比made up of 有什么组成 替换成比composed of 有什么组成 或者干脆用 comprise 有什么什么组成 都行 那么翻过来 再回顾吧 第八课前 在前面曾经说过 应该是第十课 就第十课 我们硅谷那课说过 comprise是两个方向的 comprise也可以表示 组成了什么 那组成了什么 翻过来可以怎么说呢 comprise是两个方向都行的 组成了什么 还可以用make up 刚才被动变主动了 还可以用compose 被动变主动了 但consist of 是一个主动结构 它consist 还是不组动 是不能被动 我们再加一个 constitute 还记得吗 在硅谷那刻书讲过 什么构成了工程技术人员的大多数 组成构成 这是复习 好 monstress 就来自于monster 大怪兽那个词 monstress edifices 就是巨大丑陋的建筑 edifice 表示建筑 咱们生死都说过 并且还有什么 and off 跟前面off 并列 还有那些阴暗狭窄的 街道构成 街道上 充满了汽油味和有毒气体 那个petrofumes petro当然是汽油 fumes 味道强烈的气体 放在一块 就汽油味就好了 还有呢 toxic gas 有毒气体 这明显谈的是 当代城市里的 air pollution 空气污染 咱们说了 对吧 第二个后制定语 torn by the noise of Texican Lorries and buses 这个明显在这谈的是 噪音污染 日夜不停的 有什么出租车 卡车 公共汽车的噪音 但为什么这里用torn by呢 它来自于 这个tear 这个动词 tear可以表示 打破了瓶颈 打破了宁静 这个意思 你看我们经常用它 过去分子的后制定语来 你看 a country torn by war 跟本文中的torn by 类似 什么呢 一个战火纷扰的国家 这个国家本来宁静的生活 被战争打破了 所以这个tear 就tear 本来是撕碎了 这是打破了 过去分子 还是torn by 就是充满了什么什么 这个讨厌的东西 打破了宁静的生活 就本来宁静的 这个生活 被这些出租车 卡车 公共汽车的噪音 所打破 噪音污染 并且日夜不停地挤满了 大群的人 ceaselessly 有点贬义似的味道 就没完没了的 这个thorn 是挤满了某个地方 修饰街道 用被动 过去分子是对的 这谈大段 当然是我们说的 the problem of overpopulation 人口过去分子 这是说明为什么 这个当代城市人 被剥夺了 生活的必需品了 好 最后一句 做着做总结 Obviously 显然 it has not been planned for the goods of its inhabitants 显然 it 当然是 the modern city 当代城市了 当代城市 并不是为了居民的利益 而规划出来的 这是对第二部分的一个 总结句 就是一个concluding sentence 总结句 它跟它第二部分的 这个主题句 是相呼应的 我们说第二部分的主题句 就刚才我们看到的 整个段落的第四句 The great cities have been built with no regard for us 大城市的建造 丝毫也没有考虑 我们的利益 最后总结句说 显然大城市 并不是为了居民的利益 而规划的 你看是不是首位呼应 就好了 当然里面有个小细节 for the good of 表示为了什么什么的利益 这个搭配可以顺便记住 这个good在这 表示好处 利益 不可数名词 这不再是形容词了 还有呢 for the sake of 为了什么什么的利益 为了它的好处 还有 for the benefit of 为了什么是利益 这更好理解了 还有一个 咱们用in the interest of 为了什么什么的利益 也讲 这个interest 也是表示利益 这不是利息了 这个界词跟in搭配 还有我们在第二课讲过的 on behalf of 也是表示为了 什么什么 为了它好 可以这么来用 我们可以学习 本文中整个这个结构 主题句 topic sentence 然后supporting sentences 一些扩展句 支持句 里面的这个逻辑结构 就是为什么呢 那会怎么样呢 为什么呢 那会怎么样呢 不一定非得有这个总结句 因为如果主题句 这个后面的扩展句 支持句比较少的话 就不一定非得总结了 因为主题句 读者刚看完 你像前半部分 本文中前半部分 谈到工厂的情况 对吧 一个主题句 下面两个小支持句 就没有总结 因为它很短 但是如果中间支持句 或者这个扩展句 比较多的话 读者可能把你的主题句忘了 那后面再加一个concluding sentence 总结句 你看我们的这个前三句 谈到工厂的情况 是个影子 有主题句和两个扩展句 就完了 没有总结句 第四句开始 谈到城市的情况 出现了大量的这个扩展句 所以最后第十句总结句 总结句跟第四句 这个主题句 从内容是完全一样的 而且我们看到 由主题句到扩展句 中间逻辑 无外乎这么两个 为什么呢 那会怎么样呢 有什么后果呢 前因后果展开 是一定能够把整文 这个铺陈开来的 以后我们在写段隆的时候 不光是我们的词汇句式搭配 可以借鉴16课的写法 并且中间文章的铺陈 中间句子之间的逻辑 也值得咱们很好的去借鉴 好 16课也是一位诺贝尔奖得主的 一个法国人写的文章 一个法国人能够把英语写得这么棒 这也是我们学习英语的一个标杆 好 16课当代城市重点的文章 希望大家仔细复习 好好掌握 好 这个书跟老师学到这 谢谢同学们